大家好 歡迎收看日更頻道 我是十九肥仔 大家外出用餐 最在意的是什麼呢? 有些人在意餐廳的服務態度 有些人在意食物的味道 有些人在意附近有沒有泊車 當然 最多人在意的就是餐廳的價錢 尤其是現在這麼多的價格敏感營消費者 也有些人完全不在意以上的東西 純粹是看食物上網有沒有騙Like 所以這樣就衍生出很多純粹被人打卡的網紅店 我認為以上所有東西都不及餐廳的食品安全和衛生重要 近日深圳一間網紅餐廳 就懷疑將一些顧客吃剩的白飯倒進去電飯煲再賣 人家吃二手飯就不用錢 你脆到就要給錢吃二手飯 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間餐廳就位於深圳 名字就叫笨羅卜 是一間連鎖的湖南菜館 也是近年很出名的網紅餐飲品牌 有不少人稱這間店鋪是新進的湖南菜排隊王 有網友表示排隊至少排三小時 高峰的時候拿醜拿到一千多毫 現在全國有十二間店鋪 其中有十間在長沙 另外兩間分別在深圳和珠洲 排三小時都去吃 時間是不是這麼不值錢? 是不是好吃到這樣? 在1月28日的時候 有一名在餐廳等待食物的客人 發現負責裝飯的員工 把其他顧客吃剩的飯倒進電飯煲 而他因為不知道其他顧客 會不會直接在電飯煲拿飯 所以他覺得很噁心 接受不了這種情況 當有人說了這件事之後 其他網友發現 早在2021年 就有消費者投訴在長沙的笨羅卜 都有類似的情況 他就說看到員工 將每一個飯桶裡面的飯 就倒進大電飯煲 然後再裝出來 給一台新的客人吃 馬上沒有胃口 不想吃了 而在1月29日 深圳分店的負責人就說 給顧客吃的飯 都是放在這個保溫桶裡面 管著節約糧食的原則 客人未吃完或者留在保溫桶裡面的飯 就會叫員工放在另外一個電飯煲 留給員工自己吃 他還說飯是很乾淨的 他也說因為這間餐廳是深圳第一間分店 由於餐廳新開 那些員工也是新來的 所以員工就裝錯了飯桶 不小心把本來給員工吃的二手飯 就放錯了在為顧客準備的電飯煲裡面 大哥這個負責人是不是瘋了? 你這樣也說得出來的 大哥你被人發現了 然後就說是給員工吃的 我當你真的給員工吃 那個人放錯了 我想你應該也不是第一天放錯了 你的店鋪在2023年11月開張 被人發現的時候也在一月尾 就是說當中有不知多少個客人 是吃錯了你裝錯了電飯煲的二手飯 想起也很噁心 其次就是你會不會對員工太黑薄呢? 你餵員工吃二手飯 你說節省糧食 你自己拿回家吃嘛 這些飯這麼乾淨 你為什麼不自己拿回家吃? 餵員工吃而已 你用這種方式去節約糧食 並不是美得 而是非常缺德 他們serve 這些飯的方式 就是整個保溫桶裡面放白飯 你平時吃你就自己裝吧 可能一台獨立一個保溫電飯煲 可能他們覺得你裝飯是在碗裡吃的 你不會拿著整個桶爬飯的 你怎麼知道別人會不會 難道你叫員工把飯煲回去的時候 看看客人有沒有直接在飯桶爬飯吃 我真的不信你會這樣做 不要說在這裡爬飯 你也沒辦法確保每個人都守規矩 不用自己的筋去把飯煲到自己的碗裡 這些不可能確保得到 還說乾淨 他的腦真的乾淨 什麼都沒有 我當那些人真的沒有把自己的筋 或者自己的筋 碰過在飯那裡也好 那人家吃飯會說話的 說話的口水都會噴在飯那裡 你有沒有辦法 肯定那些人沒有對那桶飯咳過 說話打嗑刺 你放得出來服務客人 你就肯定完蛋要賭掉他 這些聖飯 頂多是拿來餵下貓貓狗狗 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不是真正是給員工吃 如果是的話 他就真的當員工是狗了 而且你要節約糧食的話 你就一碗碗這樣上 為什麼你要整桶拿給別人呢 別人未必吃得完 本身你服務這個米飯的方式 就已經是跟節約糧食是完全兩回事 有些人出街吃飯不一定吃飯的 好像我出街吃飯 我都從來不會叫白飯的 有些網友都說 他們去過這間餐廳吃東西 無論兩個人吃也好 四個人吃也好 都是這樣整鍋或者整桶飯這樣上的 而且我覺得他說給員工吃 其實都是拿來困人的 我覺得他真的很大機會 將這些飯再拿給客人吃 如果大家去深圳 我建議就小心這間店 除了大陸之外 其實去年台灣花蓮都發生過同類的事件 有當地人去台灣花蓮一間餐廳用餐 就看到那間餐廳的員工 快手快腳把客人吃剩的飯 倒進電飯煲那裡 那些客人見到全部都大吃一驚 有不少人質疑 這些白飯是不是又是回收再用 賣些二手飯給客人呢 但原來這位老闆就不是想著來賣二手飯 也不會當自己的員工狗那樣 讓他們吃這些二手飯 這位餐廳老闆就是要想著 讓員工帶回去餵雞餵鴨 那位老闆也帶著記者 看回他們的廚餘回收桶 的確發現有不少吃剩的白飯 看來他們只不過是把電飯煲 當作收集廚餘的器具 當時也有同行說 其實有不少的餐廳 都會用這些電飯煲 做收集廚餘的桶 不過有不少人都覺得 你這樣的做法根本就惹人誤會 這些東西正常來說 全部都是後場那裡做的嘛 你就在客人面前做 待會搞出一些大頭髮 影響了自己餐廳的形象 就真的哭都無謂了 不過這樣看回那間網紅餐廳也是蠢的 你說收集廚餘 拿去餵貓餵狗餵豬 或者去做肥料就行 說拿去給自己的員工吃 一些衛生常識都沒有 而且還要是假到令人覺得 他們根本就拿些飯出來再賣 純粹是因為被你們拍到 然後臨急臨忙想個藉口出來的 好了這條片就到這裏了 各位觀眾 大家覺得這間餐廳這樣做 是真的純粹給員工吃二手飯 還是打算把這些二手飯賣給客人呢? 大家又覺得他這種珍惜食物 是屬於美德還是缺德呢? 歡迎各位留言說下大家的意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